大家好 欢迎来到言论 如果您是第一次收看我的视频 觉得我的视频做的还凑合的话 麻烦您帮我点个赞 留言顺便推荐给您的小伙伴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您是老观众的话 麻烦您自己检查一下自己 没被言论自由主 被无度去关 那么真的非常的抱歉 麻烦您再次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打着 理性公正客观的旗号招摇过市 但是小弟我郑重承诺 我跟李中客之间 我们俩是清白的 我们一直都处于一种 相敬如宾的状态 我坚定的相信 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一些人 可以做到李中客 但是我看到的大部分 号称自己是李中客的人 无非就是三种 傻子 骗子 还有把自己忽悠成傻子的骗子 所以每当有人留言说 我公正客观的时候 我总觉得他是在骂我 虽然我自己有立场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到我做视频的此时此刻 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 能够说明新冠到底是哪里来的 但是围绕着这个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打成一锅粥 既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新冠是从哪来的 那么它就可以来自于任何地方 它可以来自于美国的实验室 武汉的实验室 来自于蝙蝠 来自于5G网络 或者一切都是比尔盖茨的阴谋 咱们今天都诚实一点 其实它来自于哪里 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重要 而您希望它来自哪里 很重要 美国 这个民主的灯塔 自由的港湾 最近几个月 他们教会了中国人许多新的词汇 最具代表性的应该就是吹哨人 中美两国其实都有各自的吹哨人 但是这个待遇却是天差地别 中国人的吹哨人 有一个被自由的媒体们刻意的忽略 吹了也全当听不到 而另外一个虽然不想吹 但是你死了也得继续给我吹 为了自由民主神教而吹 中国的吹哨人是不是都透着一点点的凄凉 反观美国的吹哨人情况就好了许多 其中一个丢了工作 而另外一个正在去打官司的路上 毕竟两个都还活着 而且被起诉的那一个 也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哨子会飞而已 最后顶多赔点钱 这事也就算了了 民主自由的媒体们前一段时间都消停了不少 因为自己家里失火 光是报道自己家里那些烂事 就恨不得要多加两个版面 每个周末都恨不得再多开两档特别报道 但是现在他们家里的疫情稍缓 他们又回归到了他们的本职工作当中 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 但是这一次略有不同 这一次关心的并不是中国人在中国的人权问题 而是在中国的外国人的人权问题 这是纽约时报4月17日的一篇报道 题目是这样的 随着疫情的消退 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在中国蔓延 纵观全文大概意思就是说 这帮中国人居然敢指责自由世界了 还烦了你们了 你们居然敢做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 那你们一定是民族主义了 让人无法反驳的是 文章一开头就把目光放在了香港 讲述了一个刚果的商人 在当地租房被歧视的经历 以及被强制隔离的悲惨遭遇 我不得不承认 香港某些人在种族歧视这件事情上 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与美国等国家处在同一梯队 而且某些领域已经超过了美国 这些人发起风来连自己都敢歧视 我就问你怕不怕 文章中说 这个刚果的哥们被强制隔离 只是因为他是个黑人 所以就歧视性隔离了 虽然我也不知道他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但是连5G都能传播新冠了 我看你就忍了吧 在这一篇报道当中 还提到了许多有趣的小故事 弄得我忍不住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在中国北方有一家餐馆 挂出了一条横幅 上面写的是庆祝病毒在美国传播 还有一幅据说广为流传的漫画 上面画的是外国人被分类 然后扔进垃圾箱 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曾经有一个来自于中国的知名网红 在他的一档收视率远超新闻联播的网络节目中说 他曾经在美洲大陆的某一个角落 公开出售蝙蝠汤 并且他希望麦当劳也能出一款蝙蝠汉堡 然后送给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吃 我觉得我的这个故事的可信度 可能还要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毕竟我这里还有一张截图 还有您各位谁知道那张广为流传的漫画 到底在哪里一定要告诉我 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的不好 就像是你朋友问你 你知道芳芳吗 芳芳是谁 中国的良心啊 您各位能够明白那种感受吗 就像是你的朋友在跟你巴当下最火的挂 但是你的心里却在呐喊 这孙子说什么呢 有种被时代抛弃的感觉 不禁让人想要抖冷哭 我并不是质疑这些小故事的真实性 我只是觉得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俗话说鸟大了什么样的林子都有 类似的新闻我们时不时也能看到那么一两条 为什么要把它跟新冠放在一起 我觉得他们是不一样的 毕竟新冠在将来的某一天一定会有解药 一定会有疫苗 但是脑残病毒是永远不可能有解药和疫苗的 在这种时候 非要把这样的新闻和种族问题联系在一起 还要跟中国现在疫情好转联系在一起 这就让小弟我觉得非常的费解 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篇报道 深深的伤害了我的民族自豪感 我原本以为至少在种族歧视这件事情上 香港的自由小将们 帮我们走在了时代的前列线上 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承认 中美两国仍然存在着非常巨大的差距 这篇报道说在广州的大街上 有成群结队的黑人哥们只能睡在大街上 一家麦当劳甚至贴出了禁止黑人入内的告示 您各位想想 一家美国公司远渡重阳 在千里之外依旧可以歧视黑人 我们想要做到这一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真的好绝望 也许公知们是对的 中国在各方面都敢超美国 那只是极左的民族主义与自负造成的幻觉 有些领域我们永远不可能打败西方 咱们必须要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的政治人物们 不仅在给我们秀他们的道德下限 还在给我们秀他们的智商下限 而且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下限 而且这个下限下降的速度 恐怕也只有连续四次的川普式熔断 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一开始说呀 这个疫情就像是魔法一样 在美国这片神奇的国土上 很快就会奇迹般的消失不见 然后又说复活节之前美国就可以复工 然后防疫失败了 就开始各种甩锅 现在不仅断了本应该缴纳给WHO的经费 还把锅全部都甩给了WHO 说美国防疫失败是因为WHO误导了川普 WHO误导川普则是因为WHO是中国的傀儡 所以综上所述 中国导致了美国的防疫失败 整条逻辑线一气合成滴水不漏 您要是没有这种惊天地气鬼神的推理能力 还真当不了21世纪的美国总统 前两天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汤姆·科顿 以及共和党籍的众议员丹·克伦肖 发起了一份草案 允许美国公民把中国告上美国联邦法院 想让中国政府对美国的人员伤亡以及经济损失进行赔偿 草案中第四条还声称 任何一个导致病毒向外传播的国家 都需要面对美国司法体系的审判 咱们先姑且不说病毒起源于哪里 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但就说当年起源于美国的H1N1流感 我貌似也没有看到哪个正义感十足的美国政治人物出来承担责任 您各位要知道H1N1流感造成的疫情大流行 那可是自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以来第一次发布全球紧急卫生事件 上千万人感染 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几乎无一幸免 但美国因为H1N1感染全世界向谁赔偿了吗 并没有啊 因为病毒属于天灾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 这种病毒的出现不是哪个人或者哪个国家的过错 既然H1N1美国没有主动负责给全世界赔偿 现在居然要求中国去赔偿 这不要脸的还敢再明显一点吗 而且您各位听听这些政客说的话 允许美国公民把中国告上美国联邦法院 好家伙啊 这口气还真大 中国什么时候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 这么大的事情居然都没有人通知我一声 说到美国的这些州 我也觉得非常的有趣 既然咱们都已经被人家当成第51个州了 那就不妨多了解一下美国的风土人情 在美国各州陆续颁布居家限制令之后 商业活动基本上都处于停滞的状态 但是各州政府有权利根据各州自己的需求去划分 哪些店铺可以开门营业 哪些店铺必须关门 在这些州基本上所有的餐厅都关门了 在加州 当地政府觉得抽大麻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 所以卖大麻的店可以继续开门 在德州 当地政府觉得枪电是人民生活所必须的 所以德州的枪电可以继续开门营业 在佛罗里达 世界娱乐摔跤也属于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所以政府就下令 世界娱乐摔跤旗下的所有场馆还有健身房 都可以继续开门营业 来来来来 大家再看看这张照片 我记得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听一个人讲过 美国人可以拥有自己的枪支 所以他们可以监督自己的政府 可以在政府做得不好的时候去推翻政府 因为美国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还有稳定性 所以美国宪法当中的第二修正案可以一直保留 政府会害怕自己的百姓 而不是百姓害怕自己的政府 所以美国人活得很有尊严 当时的我听完这一期话 瞬间觉得浑身燥热新潮澎湃 然后就觉得中国政府简直烂偷了 必须得要向西方国家学习 要不然这日子真的没发过 这一天终于来了 当我看着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就想起了当年那个人说过的话 我觉得现在应该就是那个人所说的 美国人需要展现自己尊严的时刻吧 他们都拿着枪可以游行可以堵路 可以喊口号可以骂总统 但奇怪的是 现在的我居然没有看到一丝一毫的尊严 拿着枪干什么呢 难道打新冠病毒吗 还是打州长 那么州长让他们待在家里 难道是要迫害他们吗 我觉得应该不是 您以为这帮人真的是愚蠢到了冒着被感染的风险 出来追求自由的吗 不是的 他们要的只不过是自己的工作 要钱缴下个月的房贷车贷各种贷 要不交啊 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可能就得睡大街 一群人拿着枪顶着一个要救自己命的人 说你不要管我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只能是要钱不要命 我已经把自己的命豁出去了 至于我会不会感染病毒 然后我把病毒传染给别人 别人会不会因为我而丧命 老子已经顾不上了 如果您能从以上的看图说话中 嗅出哪怕一丝丝尊严的味道 那我真的是非常佩服您 需要豁出自己的命去赚钱 并且视别人的命如草芥 别说拿着枪了 就算你身上挂着导弹又能怎么样呢 这种事情不管发生在哪个国家 都是既卑微又让人心痛的事情 我在前天晚上看到了一段视频 现在也放出来给您各位看一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感而发的就写了一段话 聊什么国家大事 谈什么国际局势 其实我最希望看到的 只不过就是中国人能够活得开心 活得幸福 我最大的理想 也只不过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而尽自己的一份力而已 可能您不觉得一个身体有缺陷的人 靠送外卖养活自己 是一件有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在我眼中 这是一种奢侈品 全世界一共197个国家 而这197个国家当中 能够拥有这份奢侈品的 也不过区区几十个而已 从曾经的一穷二白 到今天的偶尔可以轻奢一把 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 中国人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付出了太多太多的努力 比起一部百年前的宪法 这哥们 简简单单的快递小哥身份 反而更能够引起我的共鸣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的话 一定要给我点个赞 留个言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小弟我最近开通了头条号 还有微信公众号 麻烦您各位去捧个场 好了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